不是說我做這個人造花 跟服裝沒有關係 因為紐扣跟花是有一種詞 很好的關係 1981年張孟仁創辦上的紐扣 在產業的輝煌時期 各式風格的紐扣自產自銷 雖然生意穩定 但張孟仁知道 他不能只靠紐扣這個商品 做一輩子 任何一個行業 都有低潮期 還有新旺的時候 但我是想說我們的多樣 多一個產品 我們的工作量比較多 不然的話變成什麼 你單只有做一個項目 變得太改掉了 從國外引進花型模具 透過不同的布料與畫片 做出各種模具花 張孟仁在日本看見手工花 買了幾朵回到台灣 自己摸索製作方法 於是店裡販售的商品 不只有紐扣 還有模具花 更有不帶重複的手工花 手工花就是因為它是沒有經過模具的 它是完全靠你的想像力 靠你的布的那個 它的那個布性 它的那個絲面 還有包括它們 它的那個布的材質 然後去如何運用 然後摺疊 所謂手工 真的是它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每一朵都不一樣 有別於模具花 手工花的製作時間 受到手勢和布性影響 快一點只要30分鐘 慢一點花一小時也有可能 有時候捏不起來 就捏很久捏不起來 不算很快的話就捏起來 這個很難說 在上德紐扣轉型為上疊扣後 將紐扣和生花與飾品結合 讓髮圈 髮夾 耳環 都變成有特色的商品 我們為什麼會做一些花片 很多一些有心的年輕人 他們自己拿回去做 現在很多人買我們的紐扣 拿回去設計耳環 買我們的花片 弄在鼓中上 不管是紐扣或是花片 都可以買回去組合創造 張夢仁也開設雙花製作課程 希望把手藝分享出去 以讓精美的紐扣能被看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